大家好 欢迎收看瑞说瑞话 我是周睿 近期多地发布限电通知 电力供应紧张 引发各方关注 有两方面的原因 先说需求吧 近期大家一定听过这样一些消息 之前离开中国的某某工厂 受到国外疫情 无法开工 所以又转回到中国 这只是疫情之下 全球对中国制造需求提升的缩影 面对旺盛的需求 许多工厂开服马力生产 经济强劲复苏 自然带来的用电量的 大幅增长 前八个月 中国全社会用的电 比去年多了13.8% 我们再说供给 相比用电量 发电量的增长 有些之后 就拿八月份来说 全社会用电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6% 但是我们的发电量 只增长了0.2% 问题出在哪 我们看数据 八月 火电同比增长了0.3% 核电增长了10.2% 风电增7% 太阳能增8.5% 水电下降了4.7% 我们一个个分析 风电太阳能的数据 很稳定的增长 但它们的发电 本身是不稳定的 没有风 就没有风电 夜里肯定没有光伏 比如说辽宁 就遭遇到 风电骤降的局面 核电 已经是在全力发电了 但它的总量 相对有限 比较大头的 一个是水电 一个是火电 水电虽然能够 稳定的发电 但一旦面临枯水期 水电就会下降 这还属于不可抗的因素 因为你没有办法补水 所以问题的关键 就在火电上 事实上 一直以来 火电都是中国能源结构的 扛把子 从发电来看 七成都是火电 但火电为啥只增长了 0.3% 不太给力了 大家知道 火电厂的盈利模式 是它要买煤炭发电 然后卖电赚钱 但是最近呀 煤炭不断上涨 创出了历史的新高 但电价呢 又只能按固定的价格去卖 这就导致了火电厂 越发电越亏 一些电厂 干脆把一些机组 停机检修 尽量少发 问题明确了 解法也就清晰了 从供给看 煤的问题是关键 最近国家能源局派人赴 猛东黑龙江等地 就是去督导煤炭保工 国家发改委也推动 用煤的电厂和产煤的公司 达成长期协议 保证煤的供应稳定 尤其是在冬天 需要供暖的情况下 接下来 火电厂发电的动力问题 相信也会被纳入考虑 从需求来看 在电力供应紧张 各地对于高耗冷产业的限制 需要加力 但是我要提醒一句 在任何情况下 居民用电的安全保障 都是当地能源管理 不容触碰的松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